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中午 韩之联季后赛火热进行 其中FC江源将主场迎来卫山现代的挑战 卫山现代迎来争冠关键战 他们金仗只要保持不败就能提前登顶 况且FC江源的整体实力在卫山现代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双方此番对垒 卫山现代取胜已是十拿九稳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FC江源近期状态明显下滑 他们在季后赛首战显盛几周连后 接二战只有一和一副表现直线下降 而且两场比赛都无法破弹 完全回归其陪跑分子的角色当中 平心而论 想要FC江源成为卫山现代争冠路上的蓝路虎确实强人所难 一来FC江源在常规赛期间表现就十分不稳 经常出现胜负交替的尴尬局面 而且球队连胜场次也从未超过两场 他们能够击身季后赛征官组已经是十分幸运 其次FC江源对上一次战胜卫山现代已经是遥远的2012年5月份的事 他们在此之后的23次交锋中只录的4和19负的劣迹 近四次更是全数落败 双方实力差距肉眼可见 FC江源金杖输球只是时间问题 卫山现代近六仗各项赛事常规时间内依然未尝败继 如今在季后赛还胜最后二轮的情况下已经以六分优势领跑 换言之 他们在最后二场当中只要再添一分就能成为经济寒之联冠军得主 其实卫山现代此前在与全北汽车的季后赛巅峰对决中 凭借前锋马田阿当没开二度力挽狂篮下以2比1立刻对方 基本上已经提前确定了冠军归属 他们如今可以说只是例行公事 毫无压力可言 况且金杖对手又是几对御用的宋芬童子 卫山现代此番出争时再想输都难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